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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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能让我们做你高兴了的 蔡和平和她那个从地方里钻出来的母亲对吗 你可以把你的家产分给他们母子一半 你可以把几百万扔给那些害过你 但今天在您面前奴言悲起的人 你是想用你的金钱换取人们对你的好感 让别人都做你的听话狗 你根本就没有真心爱过我们 你也不会真心帮助我们 但你却把几百万 扔给一个流氓无赖 还要让他做你的儿子 我都替你脸红 你哪想过我们的痛苦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假人假意的 对我说这番话 告诉你我人穷志不穷 打今天起 我绝不要你一分钱 妈 你真的跟爸离婚了 离婚还有假 爸不在家 我还真觉得咱家有点空荡荡的 你要想他 你去看他呀 我又没拦着你 那您就不想爸了 这死孩子胡说些什么呀 这死孩子胡说些什么呀 萌萌 萌萌 爸 爸 爸 我跟妈正想您呢 是吗 白平 来了 爸 你以后啊 你以后啊 最好每天来 我刚路过 正好游历员送来邮件 是你们的 我就给带进来了 爱萌 爱萍 爱萍 爸爸对不起你 你对爸的怨恨我心里都明白 爸爸现在和过去不同了 爸爸有钱了 还成立了一家范式集团公司 我为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在京华花园高级公寓 以一百万元给你买了一套三居室住宅楼 是最好的楼层三层 钱已付完 我希望你能尽快搬进去 你可直接去找京华花园别墅售楼处 林毅北先生办理手续 随要是寄上这封信 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 爸爸要看到你幸福 什么 京华花园 高级别墅 一百万 老爷真是太棒了 一切按计划进行 妈 妈 妈 咱们有房子了 你再也不用为房子的事发愁了 一套房子就想把我打发了 我要的是什么 他心里明白 妈 这礼物多贵重啊 那您还想要什么呀 爱萍 后边还有 你听啊 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一万钱财失而复得 这也许是我的心诚 老天可怜我吧 我要用这笔钱 还给为了我受尽苦难的儿女们 还给教我养我的祖国 我在国外的时候 无时无刻不想到你们 这份礼物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对于你来说 可能更不算什么 但我希望你能收下 也算我对你一点的补偿吧 妈 这是真的 老爷答应过我的 萌萌 老爷答应你什么了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我给老爷出了主意 让老爷给你买一套新房 这样你就可以原谅他了 胡闹 哪有管人要东西的 你要是不说出来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 妈 那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萌萌 爸的这信写的挺成开 家里现在又正缺住房 你说 李佛 你要愿意叫他爸 你去叫去吧 来 把钥匙给我 我不管他要房子 妈 你看 老爷他也怪可怜的 你就原谅他吧 萌萌 你就别为难妈了 妈没那个福分 住高级公寓 有个大款的爸爸 妈呀 就是个苦命 只要你能好好的 免大学 妈这心里就踏实了 妈 你又何必要苦自己呢 你看咱家现在连吃饭都困难 我还上什么大学啊 萌萌 不管你骂我多难听 我还是要说 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他在努力弥补他的过失 是吧 这房子 可能弥补不了你多年的苦难 可这是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爱萌 我们虽然离婚了 可我也不愿意看到你再苦下去 你和萌萌过好了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妈 您这回就听爸一回吧 成吗 萌萌 李福 你们俩去住吧 你四处漂流 总有的是个办法呀 爱萌 我不住 这是爸给你的 你去吧 这房子 我绝不会去住 妈 妈 腾芳 腾芳 众年 我走了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们都老了 各自都习惯了的生活 我是无法改变的 你有你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我也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 我们的相识 就当是一场梦吧 再见 祝你幸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给了我 是唯一 是唯一使我走出死亡 让我有勇气在古兮之年继续活下去的女人 如果没有你 也许我早已躺在了冰冷的太平间里 真的 我想念你 回来吧 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在一起 什么都不想 到一个开满闲花的旷野上 平静地生活 安安静静地死去 不 我不能回去 我答应了她们 也许她们的母亲 比我更年轻漂亮 比我更适合她 我不过是个没有正式职业 被人们看不起的 剑破烂的老太太 我有什么资格去爱一个亿万家产的富翁呢 你太傻了 太不自量了 人家的父亲 爸爸是您吗 您可回来了 我们这就过去 好 哎 爸 爸 您这么晚才回来 我们还以为您出了什么事呢 是出事了 爸不瞒你们 林姨走了 白天还是好好的 爸爸在爱情上 永远是个失败者 爸 林姨她要走就走吧 您不是还有我们兄妹吗 你不懂 你们不知道 林姨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 天底下都找不到 林姨在您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您 我们以后找机会报答她就行了 您何必这么难受啊 爸爸对她的感情 不是可以用报答两个字来结束的 可是您娶了她做妻子 又能怎么样呢 也不过就是说不让她去捡破烂 过苦日子 让她有一个好好的生活 吃好穿好罢了 李婷 我想斗胆提个请求 有什么要求就提吧 爸爸对你们兄妹五哥所有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的 您这话是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我和李婷有个想法 我们想让您和妈妈再复婚 妈妈现在是孤身一个人 她需要您的关心和爱呀 爸爸 要是您同意的话 我可以和妈妈去谈 爸爸 我知道您仍然对妈妈和黄伯伯私奔的事耿耿于怀 可是黄伯伯已经不在人世了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妈妈现在非常的孤独 您也是孤身一个人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再次结合呢 是啊 爸爸 黄伯伯去世以后 妈妈好多次提起您 她觉得她非常对不起您 她对过去的行为很后悔呀 爸 要是您同意的话 我们明天就可以让妈妈飞来北京 别再说了 别说了 你们的心意 爸爸我心里了 我曾经爱过你们的妈妈 我们也有过幸福的日子 我会把她珍藏在心底 作为美好的回忆 永远记住她 可时过境迁 我和你妈妈的缘分 已经到头了 甚至我也不记得 她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样 我不想再去烦扰她了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由你们兄妹照顾她 我就已经放心了 以后在经济上 我还会支援她 让她去安度晚年的 这你们放心 爸 我觉得您没有原谅妈妈 您的心胸就不能放宽一点吗 李婷 爸爸刚才说了半天 难道你真的不懂吗 爸 您的意思是说 您不再爱妈妈了 对吗 你一定要这么说 那就算是 爸 不是我说你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像年轻人那样 谈什么爱情的 我爱你这三个字 那是年轻人之间说的话 您和妈妈复婚 那才是您晚年真正的幸福 这么大岁数怎么了 这么大岁数就不能去谈恋爱 就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我跟你们直说吧 我坚决反对和你妈妈复婚 相反的 我要去找邻居 我要去寻求我自己的爱情 去追求我晚年的幸福 爸爸 您太过分了 您从来就不尊重我们的意见 无视我们兄妹的存在 您这样讲话 太伤人心 太伤我们妇女之间的感情了 你如果一定要去娶那个老太太的话 那我就和您 半间妇女关系 李婷 对不起爸爸 李婷 爸 你一意孤行的话 我想另外三个兄妹 也不会同意您的做法的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李红 李红 这是怎么 您请 谢谢 您先看看 啊 你 別喝了 你來了 太好了 坐 坐 這伙 我好想你 你為什麼躲著我 別這樣蠢賴 我有我的事 我 心裡肯定有事 我離不開你 我需要你 你怎麼了蠢賴 出什麼事了嗎 你也難解 別走 陪陪我好嗎 你別管我 算了出來 來 少喝點 酒 來 你也喝 多喝點 這酒啊 一醉減千仇 我 我呀 什麼也不想 什麼也不幹 一個大男人在家裡待著 靠老婆養活 真舒服 你別這樣蠢賴 你想幹什麼 你跟我說 我不是說奇話 我真的心灰意了 我只要幫得了你一定會幫的 什麼都不想幹 你原來不是想把工廠搞起來嗎 我告訴你 現在蔡和平有麻煩了 總公司正在查他的賬 他那邊糊塗賬一查准漏線 你不正好就有機會了嗎 什麼機會啊 總公司那是要讓我把錢拿來 才肯把場子交給我 我沒有錢 一切不都是瞎掰嗎 你跟你們家老爺子要點錢 不就萬事大吉了嗎 我沒辦法 你少跟我這發火 我就看不慣你這一套 幹什麼呢 老爺子說什麼也是你爹呀 你跟他要點錢天經地義 有什麼抹不開的 我看你呀 不好意思說 臉皮薄 老爺子也主動跟我說 讓我跟他要錢 我為了場子 跟他要 可要了半天 他不給我 這不是拿給我耍著玩嗎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 嘴硬 你怎麼跟老爺子說的呀 我看你們家老爺子 不是那種叩門的人 你呀 就是太不會說話了 老爺子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我了 他不會給我們場子一分錢 他覺得我們場子沒前途 我看呀 你們老爺子 還真是不糊塗呀 你還有歇斯勒 我這都快沒飯吃了 你們老爺子不給場裡錢 可並沒有說不給你個人的錢呢 我絕不求他 你少跟我這飯去 傻不傻 我永遠不會再求他了 我已經明確地告訴他了 是 你是永遠都不要再為你們場的那點破事去求人了 你想說什麼呀 我是說 他是你爸 就是不認呢 這也是事實 你呢 有權利得到你應得的一份家業 是不是 至於你拿這份家業幹什麼 老爺子就管不著了 你是說 讓我硬讓老爺子掏錢 你是你們家老大 你說這幾十年都是你在照顾弟弟妹妹 你盡了你父母應盡的那份責任 你當然有權利要求老爺子做出補償 無論在情感上還是經濟上 哎 這個禮兒說到哪兒都是合情合理的 可我覺得 這太過了吧 哎呦 我說你啊 你就別太死心眼了好不好 哎 我和蔡和平十幾年了 沒學到別的 就只有一條 當親情沒有的時候 就得講實際的利益分配 夫妻尚且如此 父子有何不可呢 嗯 看什麼看 我就這麼可怕呀 哎 你害怕了就趕緊走啊 要不然過一會兒啊 我就變成了魔鬼 把你給吃了 真看不出來啊 真 哎呀 這女人的心眼啊 就是多 哎 老覺得你是那麼純情 那麼幼稚 我沒想到 沒想到什麼 我這都是為了你好 要不我能告訴你 我這都是這麼多年 被人欺負之後的經驗 我是人怎麼對我 我就怎麼對人 我對你怎麼樣 你別揣著明天裝糊塗 見紅 明天就嫁給我 我一定讓你幸福 好嗎 別提這個 只要你心裡有我 哎 哎 見紅 我答應過你 先把父親找到以後 我馬上就跟立芬辦離婚手續 然後堂堂正正地把你娶過來 不 立芬 立芬不會同意離婚 哎呀 她說過她同意 你爸爸現在是億萬富翁了 他還會同意嗎 哦 我向你保證 我一定要娶你 別做保證 你娶不娶我 你娶不娶我 並不重要 我只希望你生活 幸福 你真好見我 哎 這麼晚了啊 凍生還在這兒 走 咱們進去看看 我不去了 哎 宋君千里終有一別 我得回我自己的住處了 哎 你不住在家裡啊 我自己租了房子 一個人方便些吧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不用了 我先走了 董事 啊 哥 這麼晚了 你還在幹什麼 啊 我把這些東西啊 都收拾一下 這個店我準備盤出去了 為什麼 今天爸爸來了 他想讓我去美國 去安甲枝去 真的 這可太好了 哥 這麼多年了 我一直盼著 能像正常人一樣 挺直的腰杆子 大大方方的走路 所以 爸為我安排的這一切 我就都接受了 董事 我理解你 你就踏踏實實地去吧 啊 家裡的事啊 有我和你姐呢 啊 對了 哥哥 爸說他要去找你 你們見面了嗎 見面了 可是我們倆 吵起來了 是不是為爸結婚的事啊 啊 不是 我還沒顧得上提這件事 那為什麼呢 算了算了 董事啊 這件事我會處理好的 哥 你這個人總把什麼事情都憋在心裡 我最了解你了 哥 你和爸爸之間 只要彼此敞開心扉 把該說的都說出來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你說的太多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啊 啊 這計劃 我我看了 不錯 做一個文化發展公司 在影視傳媒都要這個 哭開 啊 嗯 我看這個計劃 啊 不不不不 應該叫企劃 對 是 對 對 這策劃 這策劃不錯 但每一項具體的投資 是不是太多了 您看這樣啊 猜了吧 您看啊 如果一次性的投入 咱比如說拍一個電影 或者電視劇 投資呢相對比較小一些 搞文化這行是這樣的 這大有大的做法 小有小的做法 這小的投資啊 當然是可以的 不過呢 這個相對來說呢 就不太快 我看呢 還是先出我的傳記吧 這樣呢 投入啊 就相對少一些 哎 十萬人民幣 怎麼樣 多少 十萬 十萬 哎呦喂 你把我們當成什麼人了 哎呦 蔡老闆 你也不看看 我們這是什麼人呢 啊 我給你介紹一下啊 這是著名的作家 當年李嘉誠的傳記啊 哎 他啊都不寫 啊 這這 這位是著名的製片人 啊 這個陳奕謀 張凱歌的片子 都是他的製片 哎 哎 本人呢 著名發行人 哎 哎 這個 宰相劉羅鍋相親記 你看了沒有 看了看了 康熙九十九四 威夫私訪 你看了沒有 九十九四 好像看了 九十九集啊 哎 那可都是本人發行的 哦 是你 我跟你說啊 我們一過手啊 那都是上百萬 乃至千萬 哎 哎 你這十萬 那這差距太大了 哎呀真的 哎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那乾脆我們不談了 哎 哥 你看 別走 有話好好說吧 哎咱們這商量 再商量 再商量一會兒啊 喝水喝水 來來來來來 我跟你說啊老三 這 不是我說你啊 做文化可不能像你這樣啊 太小氣了 那成不了大氣 說 咱們搞的這是文化公司嗎 那我們就應該啊 有點品味 哎 知道什麼叫品味嗎 啊 品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呃 您 您平時讀書嗎 啊 就是啊 您都不讀書 那誰還讀書啊 是啊 就是 您比如說 咱們要是投一部電視劇 讓公司賺大筆的錢 咱們把這筆錢 再投資到您的書上 這時候咱們就 二百萬的話 投入二百萬的話 這本書 就讓您 載入史冊了 哎 流芳千古啊 對流芳千古了 您就啊 我明白了 我真的明白了 啊 蔡廠長 您是廠長啊 這買賣上的事 您比我們懂啊 市場經濟是吧 這買賣 越大 越好做 投資越大呢 它越有賺頭 越有錢賺 這東邊不亮 西邊亮 它總有一條量是吧 呃 我們呢 也不是傻子 您呢 轉大頭 我們呢 轉個 轉個小頭 是吧 這大家都有點轉 是吧 都有點 都有點轉嘛 是吧 是是 我現在啊 正在想 咱們 具體該怎麼辦呢 蔡老闆 這個文化生產 其實跟你們 不好意思啊 和你們生產暖氣炉是一個道理 它都受時間限制 這說到時間我插一句啊 嗯 特別是不能錯過了 發行的黃金撥發時間 哎 到那時候如果你錯過了 那一切就白幹了 這個 蔡老闆你是明白人 我們也是明白人 我們就願意跟明白人打交的啊 蔡老闆你說個痛苦話 別讓我們哥仨當猴首 哪這話不至於 哪這話呀 哪能的 肯定 這是肯定得幹 嗯 這樣吧 我把所有的事呢 都交給你們哥仨去管 不過 我們之間也得有一些法律上的約束啊 那當然了 對對 要訂一個合同 這事不用說 肯定得做 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你說是不是 萬一 當然不會有萬一了 您看什麼時候簽約合適啊 這個後天吧 沒問題 好好 那我們在什麼地方呢 律師樓 怎麼樣好好律師樓 好 好 請 不過我得把這個醜話說的前頭 我投資給你們 你們得賺錢 你們要是給我弄虧了 可別怪我不客氣 哈哈哈哈 大老闆 你放心 小賺有 但是賠錢 我們還從來沒有 那好 後庭 咱們後庭見 好 你好 不翅年 哈哈 很好 以后呢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个所有的事就都靠你们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蔡总 你尽管放心 我们一定尽快拿出好作品 争取拿大奖 谢谢啊 对了 蔡总 下个星期呢 咱们公司就要正式挂牌营业了 您说咱们这新闻发布会 是放在宾馆呢 还是放在大会堂 就在宾馆吧 好 宾馆 别管 蔡老板 星期一开会 您可九点钟就得到啊 十一点钟 新闻发布会 我一定准时 喂 李平 请你进来一下 范总 什么事 请你把这封信 在中午的时候交给董事长 今天呢 我就要和吉尔一起回美国了 在这段时间里 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董事长的生活 报酬我会加倍给你的 您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他老人家 好 你去吧 没事了 哥 你准备好了吗 飞机快起飞了 爸那你们去过了吗 我没去 我给他留了封信 我想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好好想想 也许过几天他会改变主意的 也好 回头我们常通话吧 那北京的三个哥哥姐姐 要不要打个招呼啊 不必了吧 回头打个电话 算是告别吧 反正我们还会回来的 那好吧 那好 那就到机场再说 好吧 好 来 我们走吧 我是半春来啊 哦李婷啊 啊 今天就要走 哎一路顺风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 哎 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这是你逼的 你每天早出晚归 从来没关心过这个家 没关心过孩子 更没关心过我 住口 我辛苦的做事赚钱 不就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为了你能幸福愉快的生活吗 我不需要这些 我要的是你的温柔 你的陪伴 我是个女人 你明白吗 我需要别人来爱我 好吧 你走 你跟那个姓黄的 走得远远的 永远不要回来见我 好 我会做出来的 我们之间的情感裂痕 是无法弥补的 我几乎都忘记了 她的长相 我不想 我更不愿意再回到过去 我不可能忘掉 那些令人伤心的日子 统房啊统房 你在哪儿呢